第115集 这次李老头亲自去了后面的仓库 很快带着一把武器走了过来 方平一看就愣住了 半赏才道 官二爷的青龙咽月刀 没见识 李老头鄙视了一句 没好气道 这是凤贼刀 别看到大刀带长饼的 就是官二爷的刀 何况那都是演艺说的 当不得真 掩月刀来源于宋朝 凤嘴刀也在宋朝兴起 宋朝打仗是不行 可兵器制造还是有独特之处的 这把凤嘴刀有一个好处 可以拆卸 刀刃平时可以拆下来 刀柄可以当棍棒来用 刀柄长一米二 刀刃长六十厘米 而刀柄也可以拆分成两段 总共分为三节 可长可短 你可以用一节刀柄 连上刀刃 总长一米二 当一般的刀来用 也可以全部用上 总长一米八 当长刀来用 又或者当棍棒来用 放心 连接很牢固 不会因为使力就脱离 你要是有想法 我再给你配一节刀柄 总长达两米四都行 单独三节刀柄 也可以当成一米八的长棍来用 还可以配个枪头也行 李老头满面笑容 笑咪咪道 嘿嘿嘿 这个绝对好 你用什么武器 其实都不耽误 当然 这个可是正宗的 D级合金打造的 不参任何水分 不加一节刀柄 就现在的话 重十六千克 三十二斤 方平嘴角一抽 D级合金二十学分一公斤 也就是说 这把凤嘴刀要三百二十学分 这还没算制造费用 果然 李老头笑咪咪道 三十二斤对武者而言 其实不算太重 你气血高 用起来没问题的 而且D级合金锻造的 你想象一下 你拿着成刀 一刀又一刀 直接将别人的武器 砍成几十段 顺带着 连人都能砍成肉末 多方便 一点都不贵啊 进入中品之前 根本不用再换 你要是想要啊 我就做主 不收你制造费了 三百二十学分就行 方平干笑一声 急忙摇头 开玩笑 三百多学分 这要是换成市价 那岂不是上千万了 我一个一品武者 用得着这么奢侈吗 不过这把刀 方平觉得 的确挺不错的 平时可以拆成三截 六十公分携带起来也不难 可以当棍棒用 棍棒对付那些 需要生擒的武者 可以避免不小心 把对方砍成好几戒 也可以当长刀用 三十二斤 加上他全力爆发 气血一刀斩下去 之前那个摇金城的长剑 恐怕一刀就能斩落 关键是太烧钱了 别说他没这么多学分 有 方平也得考虑清楚了 老头叹息道 哎呀 你看看你 想要又舍不得买 那问了也白问 好的武器啊 价格都不菲 你又想刚猛一点的 刚猛 那也意味着重量都不轻啊 这把刀算轻的了 才三十二斤 重的 百斤以上的都有 F级合金 虽然也能打造 可现在下三品 我者都用F级合金 你也不具备优势 哪有D级的锋利 想象一下 你一刀斩断 别人的兵器 连带着人 都给你斩成两半好啊 还是累死累活 砍了半天 刀口都豁了好啊 方平苦笑道 D级斩断不了 F级合金吧 只要你气血有优势 再学一些兵器战法 一刀斩断 不是梦想 太贵了 嗯 老头子我今儿可看你顺眼 我做主了 三百学分 剩下的 我自己偷 李老头一脸的坦然 你这样的天才学生 就该用这样的兵器 学分不够没关系 可以用你身上的东西抵押 我做主 替学校答应了 方平狐疑地看了他一会儿 半赏才到 老师 我是您失散多年的孙子 扯什么玩儿 李老头一脸无语 那您就是在忽悠啊 一边玩去 我用得着忽悠你 换不换 不换拉倒 方平想了想 将身上携带的一把F级普通大刀 两顶匕首 D级纸虎都掏了出来 老师啊 这把刀 我前几天才用四十学分换的 知乎也花了十个学分 这两面匕首 在这换 起码也要四十学分 总共九十学分 我再出六十学分 您看 我滚 李老头浑身气血薄发 压得方平连忙后退 李老头一脸火气 大爷的 这哪来的混蛋玩意儿 三百多学分的兵器 他出六十学分 真以为菜吃场呢 方平一边后退 一边叫渠道 老师 我真没那么多学分 六十学分 还是我省吃减用省起来的 不行就六十一 你滚不滚 李老头大怒 两人动静不小 惹得不少人侧目 方平陪笑道 老师 别生气啊 要不这样 我再加二十学分 八十一学分了 加上我东西 也值九十学分 一百七十一学分呢 您想啊 除了我 还有几个人 会换这玩意儿的 一品二品的 换不起 三品的 想着马上就要四品了 也不用这个 我要是没猜错 这玩意儿在仓库里吃灰 吃了应该挺久了吧 学校这边 马上要参加交流赛了 我没有合手的武器用 那学校的交流赛输了怎么办 再说 我也不是一毛不拔 李老头瞪了他一眼 这才收敛了血气 哼道 你这些武器 回收哪有那么高 二手货 加在一起 给你五十学分就不错了 你补个二百学分 我吃点亏 给你补上 方平掉头就走 买不起 不买了成八 一百八十分 哎哟 你还跟我较上劲儿呢 一百六十分 我不买拉倒 错过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你出去问问 地级合金武器 你在哪家冰气店购买 不得三十万一斤以上 都补算制造费的 方平脚步顿了顿 想了想回头道 老师 不用学分 四百五十万现金怎么样 嗯 李老头有些诧异地 看了他一眼 这小子用钱买 不用学分买 四百五十万现金 也就能换一百五十学分 可很多学生 是有学分没钱 也不想将学分换成钱 因为学分买更划算一些 方平这小子不是缺钱吗 上次不是买了不少丹药 去出售吗 尽管有些狐疑 李老头想了想 还是道 你要真这么干 也行 花钱买 代价不菲 方平虽然又耍小心思 赖了三十万现金 可四百五十万 也够成本价了 更别说 方平还将手中的武器 都给抵押回收了 盘算下来 对算处不亏 还赚了一笔 方平有些肉疼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不亏 虽然花费不小 可在外面买 第一级合金武器 的确很贵 大不了 以后不用了再卖掉 这玩意儿 只要不完全费了 二手货价格也不低 另外方平也知道了一点 兑换处是可以还价的 下次一定要注意 花了四百五十万 将身上除了 合金战靴之外的武器 全部上交 方平拿到了凤嘴刀 摸缩了片刻 方平喃喃道 价值千万的武器 我真是越来越奢侈了 上次花了四十血分 换了双鞋子 他就觉得自己 奢侈到没边了 现在花了近千万 当然 实际上没这么多 可方平自动 带入了千万价值 这玩意儿在外面买 也差不多要这个钱 他在念叨 李老头也在念叨 哎哟 这次真的亏大了 也就看好你以后 还会赚学分 要不然 想这个价换到凤嘴刀 做梦呢 方平没搭理他 奸商一个 吐了口气 方平抬头道 老师 帮我换五十颗普通气血单 李老头被枪到了 你小子有病吧 五十颗气血单 一百五十学分 和刚刚的四百五十万价值等同 方平兑换了 卖出去 最多也就这个价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小子 你 老师 我修炼用 那也不用这么多呀 我吃一颗扔一颗 有钱 任性 方平撇嘴 你小子 李老头彻底无言 不过还是给方平换了五十颗气血单 等换好了单药 看着自己剩下的十一学分 再看看手机提醒余额一百五十万 方平长叹一口气 这钱花得太快了 好在换了单药 一下子给自己多了五十万财富值 等手中一百颗普通气血单 卖出去 大概还能多一百万以上的财富值 这么一算 也不算亏 财富值起码涨了不少 下次来兑换出换东西 最好都用现金结算 赚来的学分 拿来买药 再次摸索了一下手中的凤嘴刀 方平没直接带出去 而是将刀给拆成了三截 想了想又回头道 老师 我花了这么多钱 连个包装盒都没有 小子 你算账的本事倒是不弱 李老头一脸无语 不过还是让人拿了一个木质的长盒 递给方平 方平将拆好的凤嘴刀放进盒子中 再看看自己身无缠物 再次叹了口气 脚步沉重地离去 他一走 李老头就好笑道 下次再给这小子 亏捐一点酷餐货 亲生像方平这么有钱的 不多了 哪怕傅昌顶这些人家里有钱 可不代表傅昌顶随便就能动用几百数千万 买一把武器 不过脆苦速度倒是真快啊 快要一品巅峰了 这小子不死 以后就是我这儿的乘客了 嘿嘿嘿 李老头再次笑了一声 不知道是为自己做成了买卖开心 还是觉得库存以后有推销对象了开心 回到宿舍 方平直奔傅昌顶宿舍而去 等傅昌顶开门 方平就马上到 卖药 一百颗普通气血丹 一品的八颗 五颗一品脆骨蛋 我去 傅昌顶懵了一下 接着就难以置信到 你疯了吧 又卖 还有 你这次到底赚了多少 上次方平才卖了近千万的丹药 现在又来了 方平这家伙 到底在任务中赚了多少 方平白白手道 别废话 你家买不买 不买 我找杨晓曼他们问问 这些人家庭背景都不错 赵磊的父亲也是五品五者 杨晓曼家里方平没问 可最少也有四五品的长辈 家族越大 对这些普通丹药要求就越高 像方平 他要是不用财富值 一个月修炼下来 起码要消耗十颗普通气血丹 一百颗听着不少 其实也就傅昌顶这样 接近一品巅峰五者 一年的修炼用度 买 傅昌顶有些无语 不过还是让方平进了门 想了想到 你这些丹药市场价一千四百九十万 没错吧 嗯 八八折 一千三百万 不算低了吧 方平一脸诧异道 你当我不会算数啊 八八折 那也是一千三百一十一点二万 你直接抹了我一颗气血丹 我 你 傅昌顶差点吐血 这么大笔的买卖 抹了个零头不正常吗 瞥了方平一眼 傅昌顶没好气到 但要放久了会流失药效的 上次买了一批还没用完呢 再说了 咱们私底下交易 你连税都给省了 抹点零头还不行吗 算了 那就一千三百万 你晚上得请我吃饭 你请我才对 傅昌顶一脸的不愤 这家伙 两次卖给他的丹药 都有两千两百万了 现在居然还让他请客 不过八八折 比他们自己买 也要稍微便宜一点 请客就请客吧 想了想 傅昌顶还是问道 方平 有时候一些东西 花钱是买不来的 我觉得吧 你现在 方平卖了这么多丹药 不用说 学分肯定没了 这还才一品呢 这段时间 刚好遇到了机会 才给方平积累了 这么多学分 以后可未必有 这样的好事了 方平这么慌 卖了钱 也不知道干嘛用了 方平没家事支持 这么下去 以后到二品 修炼耗费更大 到哪弄那么多资源去 哎 没事 我心里有数 方平没多说 将丹药交给了傅昌顶 傅昌顶也一一检查了一遍 这才给父亲打了电话 他父亲也没说不好 这些都是常备丹药 要是方平卖一百颗护腹丹之类的 那肯定没几个人接下 可气血丹和脆骨丹 下三品五者都需要 不愁没人要 两人也不是第一次交易了 很快 方平短信提醒来了 余额 一千四百五十万 而财富值也再次出现了增长 系统对丹药的估值 都是市价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上下差距不大 现在方平以百分之八十八的价格 卖出去 一下子就多了市价的百分之十八 当然 没那么绝对 有时候系统估值有高有低 方平这次再次增长了 二百六十万财富值 加上刚刚换丹药 也涨了五十万 这一下子 方平财富值再次暴涨三百一十万 此刻 方平总财富值高达一千五百一十八万 刚刚因为买刀消耗巨大的失落 瞬间消失不见 方平盘算一下 自己现在真的称得上富豪了 现金接近一千五百万 还有个千万的公司 千万的武器 手上还有两颗二品的器械单 整个魔舞 有自己这身家的 起码都是那些三四品舞者了吧 回到自己宿舍 方平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李玉英 方平还没和母亲说几句 电话就被方元抢走了 今天是周末 方元放假 拿到电话 方元就喜笑颜开道 方平 方平在学校去钱花吗 要不我给你卡里打点生活费 啥 方平愣了一下 接着就没好气道 你又卖了我什么东西啊 谁卖你东西了 方元马上否认 笑嘻嘻道 我自己赚的 还有啊 我现在也当老师了 啊 就是 教人站庄啊 每天放学教一个小时 一个人收费十块钱 现在我带了十几个人呢 一天一百多收入了 这次方平没训他 只是无语道 十块钱一小时 你有这么点眼睛